弟兄姐妹们 今个星期天我们将开始一个全新的系列 叫做重启信仰 因为我们刚刚上天期 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叫做复活节 我想这个时代我们都面临一个信仰的迷思 一个呢 我们一谈到神一谈到信仰 你会发觉要我们觉得很神秘 好像高不可攀 好像是一些非常特别的人 好像他们才能够理解 他们才能够追寻的事情 要么我们就觉得 信仰其实单纯的心理作用 其实是一些无知的迷信 这些老太太他们才会去干的事情 言下之意 这个宗教信仰跟这个理性 跟这个历史事实 更是跟我们的现实生活 其实没有太多的关系 所以我们自然而然的就是 要么我们近而远之 要么我们不屑一顾 这个东西跟我没关系 所以很多人都会在这个生活当中感受到 其实信仰跟我自己没它的关系 生活要靠啥 要靠我自己 其实有些心理安慰 有时候有用 但是真一道事情还是没有用的 但是告诉弟兄姐妹 其实真正的信仰 有其神秘的那一面 但是一定可以让每一个 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所认识 所理解 关键是要我们能够去重视 而且我们要能够去认真的对待 下面我就从现实上 我们从现实的生活 不是从好像神学各种角度 就从现实生活的角度 我们一起来定义一下这个信仰的概念 你或许就会发现有不同的看法 信仰是什么呢 信仰是人相信某个对象 对自己生命存活 及其福祉和意义 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 并且会以这个对象为 自己形式为人 做重大决定的准则和依据 这个是我们的信仰 这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的信仰 所以这个信仰的对象 你发觉 可以是一种的理念 一种的主义 甚至是一个国家民族 但同时也可以是人 比如说我们的先贤 孔子 包括关公 释迦摩尼 某个人民领袖 同时也可以是一些的神明 我们经常会叫老天 菩萨 玉皇大帝 各种这样的对象 但我们基督信仰的对象 是基督耶稣 是上帝 我们也会称为他为独一的真神 所以你会发觉从这个概念出发 对很多人来说 其实你的信仰之旅 从孩童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 而且你这个信仰 不管你叫什么名字 这个的信仰 其实在指导着你的人生 人离不开信仰 只不过每一个人信仰的对象 和你的态度 有所不同而已 我在这里可以跟大家描述一下 大多数人的信仰之旅的轨迹 和差不多现在我们处在的状态 会是怎么样的 你会发觉每个人从孩童的时候 没有人需要 你不需要人教你的 就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觉耳濡目染 渐渐地你会形成一套信仰的理念 而且你会发觉 大多的时候 你的这个信仰的对象 都会与超越人 和超越这个现实世界的 一个主宰有关系 我们可能会叫神 可能就叫老天 但是都会有下面几个特征 比如说 我们都会觉得 明明当中其实是有神的 有神明的 有老天的 有上帝的 有菩萨的 他掌管着我们人的生命 更多的时候 他掌管着我们的命运 另外你会发觉 很多人都奇怪 神都是好的 都是看护我们的 然后这位神也是赏善罚恶 主持公道 主持公义的 另外一个你会发觉 每一个人 管你有没有信仰 你发觉你都做过这样的事情 你会发觉 你会跟这个上帝对话 这个神对话 管你是有神论 无神论 你一到一些 你控制不了的事情 你都会这样去 许愿 去祈祷 哎呀 老天啊 如果你让我这个考试过了 哎呀 我就怎么怎么样 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难道不是吗 弟兄姐妹们 然而你会发觉 随着你年龄的增长 你生活阅历的加增 你会发觉这些模糊的信仰的理念呢 会在这个现实生活的压力下面 一点一点地坍塌了 你会越来越意识到 其实你的父母 你有权势的父母 你的上司 你那个很有钱的朋友 或者说呢 你的努力和坚持 好像比这个虚无缥缈的神 更能够掌控你的生活 更能够掌控你的前途 而且对这些神明呢 都是一些好像虚无缥缈的对象 在有的时候呢 你可以从那里得到一点点的心灵的慰藉 但是你心里面很清楚 要办大事情 要办实事 一定要找靠谱的 可能是你的那个朋友 另外呢 你也看见 随着人的阅历的增加 你发现人世间 不是像我们理想的那样的状态 人世间有很多的不公平 很多的恶 很多的不幸 你很难相信 一个公义的上帝 真正存在的神 这个神是好的 是善的 你理解不通 另外呢 你的祷告 就像碰硬气一样 有的时候灵 有的时候不灵 你也搞不懂为什么 虽然尽管你还是继续会祷告 无论任何的时候 你发觉久而久之 你不会再觉得 你原来那个信仰重要了 我更确切一点 我跟大家说 或者说 你发觉你的信仰改变了 你不再去相信 你的父母 你的传统 你的文化 或者你自己找到的 那个的神明了 你开始改变你的对象 去相信那种 更实际的对象 什么呢 比如说权势 地位 金钱 另外一个层面 也不都是那么糟糕的 知识 教育 你个人的努力 你的毅力 还有你的勤劳 等等 而就算你现在 你觉得你维持了 你原来所谓的信仰 其实只不过 或许只是你认为 你文化传统的一个部分 你不会再认为它 它可以支撑 或者引导你的生活 但是弟兄姐妹们 很奇怪的事情是 又是随着你的年龄 和精力的增长 你又会发觉 你看似你活得非常地实在 你专注你的事业 你的爱情 你的婚姻 你的孩子 等等等等 这些事情 而且你也取得了 不少的成就 但是你会发觉 有关生命 有关人生意义 人的归宿的问题 人时不时地 会涌上你的心头 你呢 你和你自己 你发觉你和你周围人的关系呢 也经常会让你感觉到 困惑 迷茫 甚至挣扎 你内心当中啊 有一种深深的不满足 有一种莫名的不安和躁动 你会发觉 这个东西跟你的成就 跟你现在所取得的地位 你拥有的财富 一点关系都没有 同时呢 你开始留意到 你观察到 我们人类共同的困局 今天我们已经是 2021年这个时代了 你会发觉随着科技 文化 各种方面的不断地进步 物质 生活 不断地丰富 你看到的情况 很让你迷茫 人与人之间的问题 人与环境的问题 人类的生存的问题 却不断地凸显和恶化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会到哪里去 我到底是谁 我为什么活着 我的未来将会是怎么样的 当我闭上眼睛的那一刻 我到底会怎么样 或者换句话说 你会觉得 你会有未来吗 在你内存深处 我相信你一定 渴求一些的答案 人生的意义 真正的快乐是什么 有平安吗 你会踏实吗 这些弟兄姐妹 只要你不要去忽虐他 其实这些的经历 其实都在向我们传递 非常重要的信息 他会告诉你我 其实你的人生 离不开信仰 只不过原来 你那个信仰的观念 你对你所以为的 那个神的观念 是不对的 或者说不成熟的 不足以帮助你 应对你的生活 因为你以为 那个神太小了 祂其实跟你在 同一个造物层面 或许是你脑子里面 创造出来的一个产物 那么你需要干什么呢 其实你需要 重新开启你的信仰之力 重新开启 对生命的源头 意义和方向的探索 开启那个对 真正能够决定 你我生命存活 福祉及其意义的 对象的寻求 那么借着我们 刚刚过去的复活节 我们为大家预备了 这一个重启信仰的 系列信息 我们也有相应的课程 和小组的聚会 希望大家都能够 领到这本学习手册了 我们一起来 让我们能够一起 从回到我们信仰的根基去 让我们能够 真的是重新来认识 让我们所接受到的 这位上帝的信息 是真正这位上帝向我们启示的 不是你我心里面以为的 以至于我们可以过上 我们真正能够现实成熟的 有信仰的生活 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谈了 怎么重启信仰呢 我想我们一定要留意一点点 既然我们原来这样开始了 我们就不要再去走老路 用那些原来传统老旧的方式 来重启我们的信仰 大家其实知道 传统的宗教信仰的起点 往往是什么呢 是典籍 以及那些典籍所宣扬的理念 教义 而且我发现还有一点 还要再加上一点 以自我为中心的 功利性的感受 比如说给大家几个例子 佛教 更多其实佛教是 释迦摩尼去世以后发展出来的 一种众口相传的理念 如果了解佛教的弟兄姐妹 会认识一点点 释迦摩尼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神 他是一个人 而且他也死了 今天他的骨头还在 而且你会发觉 很少会去人去读得懂佛经 我们更多的一般的人会说 这个妙到底灵不灵 换句话说就是说 我想要得到解决的一个 机体的问题 在某个庙那个地方会不会实现 按我的心意实现 另外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儒家 也是一样 你要怎么了解儒家呢 儒家的经典 对不对 什么呢 论语 大学 中庸 等等 当然了 这里提醒大家 其实儒家严格来说 他不能算一个宗教信仰 他其实是一个人生哲学 关系哲学 而如果你从小 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长大 或者你和我一样 是长大了以后 再接触到基督信仰的 你发觉我们都会听过这样的教导 信主要从哪里开始 读整本圣经开始 对不对 你经常传福音也是 不讲什么 你先送给人家一本书 然后你盼望着 他能够仔细地去阅读 然后有一天回来跟你说 哎呀 我信主了 大家就像我们笑的一样 你发觉这是你的期盼 很多人不是这样的现实 当然了 我们一样也会听到 你祷告一下试试 灵不灵 灵你看 我们上帝是真实的 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时候 你要相信圣经 相信整本圣经都是上帝的取誓 绝对正确 没有任何的谬误 听到吗呢 但是大家不要乱解读 这并不是圣经本身有问题 你也听到 我现在也会说 圣经教导我们的 是不是 而是因为其实 这个句话的含义 并非像口号那么简单 但是以圣经理论为信仰的起点 大有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这本书 看似于本 人人都可以看 各个都可以看得懂 所以我们才会送嘛 对不对 小孩子我们也给他一本 但是你发觉要真正能够读懂 能够理解 理解他真实的意思 却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我像我们每一个人 很多的弟兄姐妹 包括很多探索信仰的朋友们 你们都试过了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 我相信很多基督徒 经常跟我讲 很多年也出不了埃及 希望不是我们中间 弟兄姐妹的感受 因为很多人以为 圣经是一本条理清晰 论述完备 生命道德伦理的教科书大全 是不是大家有这样认识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其实圣经是由很多本书组成的 而且由不同的作者 写于不同的历史时期 针对不同的对象 很多的内容你会发觉是什么 故事 有历史 有运缘 甚至有像福音书一样的新闻报道 有新约圣经当中很多的书信 它其实涵盖很多种的文体 而并非像我们自己在学校里面 学过接触过的教科书 任何论点清清楚楚 但最重要的弟兄姐妹 上帝给我们圣经这个目的 最重要的目的不是教人道德伦理 不是教你道德伦理 而是让人认识 并且得着造物主上帝的救恩 这才是圣经最根本的目的 让我们活出必要的生活来 所以圣经要能够读懂 我们要能够这样去造的尊心 需要有引导 最重要要有生活的榜样 可以去效法 对你自己你要有勇气 去挑战 并且去接受挑战 所以你会发觉记忆障的原因 你会很多人很容易 口头上高举圣经 但实际上很少能够去认真的 全面地去研读 更谈不上把握其中最重要那些的核心信息了 你会发觉今天对圣经 人们很容易把你该花功夫的 那个深入学习和查考 我们用什么 用口号式的意识形态的表态 我们代替了 圣经很重要 上帝的话语 让我们没有去读 然后更糟糕的 进一步会什么呢 我们就把在生活当中活出真实的信仰 跟那种表面上的抽象的 对圣经尊崇的态度 画了一个等号 我们看谁属灵呢 就是谁说 圣经是上帝一切至高的权威 他就是属灵人了 对吧 我几个例子 就像你把一个 天天把爱老婆挂在嘴上的男人 你就把他定义为 这是一个模范的丈夫 姐妹们你们同意吗 不同意 幸好我还以为你们同意呢 你会发觉 如果我们建计于圣经理论的信仰 就像什么 就像一个不稳的极木 一个极木一样 当有人轻轻地抽走其中几根 构成他基础的中间的木条 他整个的结构 夸拉就坍塌了 包括你的信仰你就破灭了 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的经历 因为为什么呢 有人因为想不通 上帝怎么七天造这个世界 信不了 有人在圣经当中找不到 在圣经当中看到一个时代的错误 信心动摇了 既然这里有个错误 那岂不是全部都有可能有错误吗 还有人呢 因为读到这个毛驴会说话 他不信 还有人呢 是找不到猫咪在圣经当中 猫咪你们知道吗 找不到猫咪 这个圣经里面没有提过猫的 还有人没有提过恐龙的 所以大家不信 所以从这些我们实际的经验 你可以看得到 其实圣经和圣经的理论 并不是人们重启信仰之旅 适当的起因起点 而且我要想 更重要的是什么 圣经圣经的理论 从来就不该是基督信仰的起点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两千多年前 当基督信仰开始的时候 就不是这样 我们就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圣经 圣经我们一般知道 它是由旧约和新约 两个部分组成的 新约是讲什么呢 特别新约是专注一个叫耶稣的 拿撒勒人 一个历史人物 主要的技术发生在 他身上的重要的事情 他的出生 他在地上的生活做的事情 最后他的受死 和我们刚刚上个星期 庆祝过的复活 以及他在世界上传递的一些信息 这些信息在基督信仰初期的传播 包括这个的历史也在里面 你发觉新约中福音书和其他书信 都是在耶稣受死复活后 我们讲的公元 就是指耶稣诞生以后 三十到三十三年以后 才陆陆续续写下来的 而且我告诉大家 新旧约的称呼 是在公元后两千五百年左右才出现 而要等到公元后三百五十年左右 才被编定成册 得到公认 像我们今天所拿在手里面的新约和旧约 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留意到没有 在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之间 在没有基督教圣经存在的情况下 有一个事实 任何历史学家都不能否认的 是成千上万的人成为了基督徒 那个时候他们不叫自己是基督徒 他们叫他们是耶稣的门徒 就是跟着耶稣学习的人 他们在一起 你发觉他们根本不可能像我们现在这样 能够一起打开一本圣经 我们来查考一下圣经 上帝的话语来学习 但是有一个东西 大家从来不敢否认的 就是他们的信心 他们的信心 让这个世界感到惊叹和钦佩 他们从原来一小撮的人 几十个 几百个人 在罗马帝国残酷无情的镇压和迫害下面 他们不断没有退缩 这一小群人不断地壮大 他们不畏艰难险阻 他们坚守和传扬着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 甚至很多人不惜为此付上了生命的代价 最后今天 这个结果我们今天的人都看到了 基督信仰成为人类文明的基石 今天我们在谈论的人人平等 尊重人权 看顾弱小 追求和平和幸福 这些西方文明 或者说我们讲的西方民主国家 这些核心元素哪里来 如果你回归本源 追根溯源 来自于基督信仰 弟兄姐妹们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信仰的起点 不可能是一本成文的典籍 一本声称 完全无误 绝对可耗的新约圣经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根本就不存在 更不可能是旧约 有些人说应该是旧约 错 因为那个时候 说希腊话 有着发达的哲学思想 身为世界上最强大的 罗马帝国的公民 他们压根不会去重视 更谈不上去尊重 被他们征服所统治的犹太人的宗教 犹太人的宗教典籍 压根不可能的 他们只想让他们的文化去影响他们而已 所以这个你会发觉 我们可以肯定两件事情 第一件 就是初代基督徒的起点 肯定不是圣经和圣经的理论 第二个 初代基督徒信仰的起点 也应该是我们今天信仰的新起点 阿们 弟兄姐妹们 接下来呢 我们就有非常重要的问题要问了 那么既然是这样 那么他们信仰的起点是什么呢 那么也包括我们的新起点 该是什么呢 下面呢 我们就要借着一段一个叫使徒保罗的人 和一群这个对基督信仰 没有丝毫的认识和了解 但是他们却有着非常发达的 哲学思想的人之间的一个对话 这段对话呢 大约发生在公元后五十年左右 也就是差不多耶稣复活以后 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 发生在哪个地方呢 在亚点 希腊的亚点这个城市 那么我们如果大家不了解保罗 保罗是早期基督信仰 最重要的一个传播者 特别是向非犹太人传播的 一个最重要的传播者 他曾经是一个极力迫害基督徒的人 最后他转变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 这个事情不是天方列坛 不是只是牧师在这里讲 这是一个历史事实 每一个历史学家 无论他信不信耶稣 没有任何能质疑保罗的存在 和保罗所做的事情 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 这段话呢 起初是记录在和保罗一起同行 同工的一个叫路加的医生的旅行日记当中 最终是到了两三百年以后 才被收入到新约圣经 后来命名为使徒行传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 那个时候 没有任何人把这样的文献 看作是上帝的话语 好像有着那个神圣的光环 那个权威 它只是一个思想缜密的一生的日记 他忠实地记录了 他的所经所利 在这一段对话当中 我们可以找到 初代基督信仰的起点 和我们现在信仰该有的新起点 这段话呢 就是在《使徒行传》 十七章十六到二十 二十二到三十二节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 这段的经文 一来告诉我们说 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 这里他等一些同伴的时候 看见满城都是偶像 就心里非常的难过 今天的雅典 大家如果有机会 你再去访问 其实还是一样的 满城的偶像 一模一样 而且应该是有过之不及 于是他在会堂里面 与犹太人和敬前的人 就是那些皈依犹太人的希腊人 以及每日在市场上 所遇见的人去辩论 辩论的当中 有谁呢 有以隐蔽 居鲁和斯多亚 两派的哲学家 也以他辩论 这意思就是什么 雅典 其实那个时候 大家知道 到处都是哲学家思想家 保罗他的对话的对象 不单单是有宗教信仰的人 也包括那些的哲学家 思想家 很懂得思辩的人 跟他们对话和辩论 有的人说 这胡言乱语的要讲什么 有的人说 他似乎是在宣传外国帮鬼神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保罗传讲 耶稣复活的福音 你会发觉这些人 我们可以肯定 他们应该从来没有听到过 保罗所说的 有关耶稣的福音 对不对 我们可以肯定 这些人就把他带到了 雅虐八谷 雅虐八谷是一个地名 在当时我们如果用现在的方法来理解 就有点像当时雅典的 刑事和民事诉讼的高等上诉法院 当时的社会很多重要的信息 都要在那个广场那边来宣告 有辩论在那边发声 他们把他带到了雅虐八谷 就说 你所讲的兴学说 我们也可以知道吗 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情 传到我们耳朵里 我们想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 你会发觉希腊是蛮好学的 他一听到有点不同的 他牵不排斥 他先去接受 这一点我想对很多的福音朋友 也是一个很好学习的机会 上面的图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在雅典 希腊雅典 雅虐八谷 这里立着一个碑的 就是保罗发表讲话的地方 在我这一边 在你们的这一边 你可以看到 这是保罗讲话的名文 希腊文课的 给这个图给大家是什么意思的 就让你看到 圣经当中记载的事情 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就像我们上个星期分享的 我们有历史的记载 还有历史的遗迹 在那边给大家去看 好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 然后保罗就站在雅略八谷当中说 诸位雅典人 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 我到处走走的时候 仔细观察你们所敬拜的 发现一座坛 上面写着献给未实之神 我们也看到下面那张图 这是考古学校发掘出来的 未实之神的坛 这是在祖前二到一世纪 那个小的那个碑文 就来到这边 上面就写着 未实之神之坛 是真实存在的 今天在博物馆里面 你们可以看得到 一发就非常有意思 大家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希腊人思维的严谨 同时我再提醒大家 可以看到保罗指出来的 一个所有宗教的共性 跟我们人应对的措施 这个共性叫什么呢 就叫做神秘性 或者我讲得更直白一点 就是不确定性 其实人对宗教 对神明是没有把握的 有没有 灵不灵 不好说 不好说 我们中国人经常讲 信则有 不信则无 那么人怎么去应对呢 那就是雅典人所做的事情 以防万一 我搞一个 未实之神的碑在那里 那个坛在那里 意思就是什么 你信得真不真 不要紧 关键你千万不要漏掉 万一它是真的 你到时起码有一点东西可以分 他还是说 你们还是认识我的 只不过你不知道我的名字而已 大家这里不要笑他们 你发觉很多的时候 我们是否也是这样的 我们参加崇拜 我们奉献 我们服侍 你肯定听到有人这样说 弟兄姐妹 不要太认真 信心就好了 信仰是好地 但是千万不要认真 不要陷进去 意思是什么 可以做做 但是基本上不会真的 但是以防万一 以防万一 你还是做一点点 到时候万一真有 它也不会太怪罪你 我告诉弟兄姐妹 这对人造的偶像 弥菩萨管用得很 但是 对这位真正创造 宇宙万物的造物主 独一的真神上帝 那是绝对行不通的 我们后面会有更深的了解 接下来保罗就说了 你们所不认识 而敬拜的 我现在向你们宣告 下面这段话 我请大家一起来留意来看 如果我不告诉你 下面这段话 是在两千多年前就说的了 你很可能会以为是现在写的 因为它对我们今天 分辨信仰和迷信 有着醍醐灌顶 革命性的作用 他在这里怎么说 他说 他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 他既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余里 这里告诉我们 真的有一位造物主 有一位独一的神 他不同于希腊宗教文化神话传说当中 那些的万神宙斯 也不等同于我们传统宗教里面 拜的那些土地公公这些东西 他是万有的创造者 包括整个世界 其实都容不下他 他不需要住在你们的庙宇当中 他不需要 就给大家打个比方 就像你看到一幅画 比如说我们那边几幅很漂亮的画 你不知道这个画家是谁吧 但我相信你不会有一个人说 是哪天这些灰尘颜色排列组合 经过一百年以后变成了这幅画 你们会不会这样说 这是今天科学讲的呀 变变变变变 只要时间够长 他就会出这幅画来了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 你如果去看 你会知道这幅画的后面 一定会有一个作假 不过你可能不认识他而已 对不对 这是我们可以知道的 然后接下来他又说 也不用人手去服侍 好像缺少什么似的 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 大家可以知道吗 在这里我们看见 这里讲的这个神 这个上帝 他是不可贿赂的 什么意思 你人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和他交换做交易的 我为你做点什么 然后你就为我成就点什么 你发觉这里讲的这位造物主 自有永有 不需要什么 而且他是万有一切的源头 他不但不要你的 他要给你 给你 给你生命 给你意义 我们接着来 他从一人造出万族 居住在全地面上 并且预先定准 他们的连线和所住的疆界 这里又给我们一个提醒 我们以为基督教是西方的宗教 犹太教是犹太人的信仰 犹太人的上帝 这里讲得很清楚 两千多年前就讲了 这个神 这个上帝 他不只是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 一个地区的神 他其实是整个世界 全人类的主宰 而他为什么做这样呢 接下来 他为要使他们寻求上帝 或者可以揣摩而找到他 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这位神超越人 超越人的认知 其实靠着人自己 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去认识他的 但是这位神告诉我们 祂是可以被我们认识的 为什么呢 因为祂主动来让我们认识祂 祂不是那个高高在上 对我们这些 好像祂造的这些生物 不管不顾的 而是祂积极地来靠近你我 巴望你我 早一点认识祂 早一点找到祂 而且下面祂接着讲 我们的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于他 当然如果能够回去 记得我刚才讲的那个信仰的定义 你就会发觉 其实我们的生命存活 及其福祉和意义 全在于他 对不对 或许他才是我们真正该有的信仰的对象 好 注意下面我们接着来看 下面很奇怪 保罗他没有引用圣经 没有引用旧约 他和这些人在谈的时候 他引用的是当地希腊人自己诗人的话 他说 就如你们的诗人也有人说 我们也是他生的 既然我们是上帝所生的 就不应该以为上帝的神性 向人用手艺和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像一般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不要再把你的造物主缩小成为 雕刻成为 那个塑造成为 关着盒子里面成为 你我可以完全理解 甚至是操控的偶像 这位上帝超越你我 但他告诉我们 诗人猛昧无知的时候 他并不追究 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告诉我们过去 保罗讲话的前面 过去上帝不追究的 但是现在人要悔改 这里帮助我们来理解 那个真正悔改的意思 不是认罪 不是认错 因为到现在为止 你听到一点点 保罗提到过罪吗 没有 保罗压根没有提到罪的概念 所以更重要的 这里讲的悔改 是我们观念的转变 观念的转变 转变对造物主的认识和态度 不要再把它当作实相 放在你的庙宇里面 放在你家的佛刊上面 而是你要真正地把它当作 宇宙万物的主宰来对待 他是你我真正的君王 接下来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他所立的人 按公义审判天下 这句话我相信对很多 遭遇过苦难 被苦待的人 其实是一个大好的福音 今天我们很多人 现实生活当中的经历 告诉我们 其实真的好人得不到好报 恶人反倒享福的 是 如果没有造物主的话 这是我们人生经历 甚至人家会告诉你 这是人生的智慧 你早一点接受就好了 但是我们信主的人 坚决不接受 因为有一位造物主上帝 最终造物主上帝 会给所有人公平地对待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交账 那些受冤屈的人 被谋杀 谋害 苦待的人 不管这个世界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这位上帝知道 他们一定会得到报仇 而那些作恶的人 不管他们隐藏得多么地好 哪怕到这个世界 警察 法治系统人 都不会知道 但上帝知道 他一定会得到报应 而审判的权柄 上帝告诉我们 交给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耶稣 下面那句话 我请大家特别地注意 最重要那句话 并且使他从死人中复活 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凭据 大家听清楚没有 凭据 宗教信仰还有凭据吗 还有确定的证据吗 不是都是我们的心理作用吗 不是你想信就信 不信就没有的吗 是 很多的宗教迷信信仰 都是像这样的 信则有 不信则无 在这里告诉你 基督信仰是有凭据的信仰 凭据能够带给什么 带给人确定 而不再是神神秘密的猜测 和故弄玄虚 所以弟兄姐妹 你会很少在 基督信仰这个领域面 看到一些所谓的神人 很神秘 带着你做一些神秘的事情 然后你就可以跟上帝连接 一般都是奇力古怪 地上跑出来的 乱的东西 你发觉 这个凭据是什么呢 死人复活 就是指我们刚刚过去 所庆祝的复活节 所纪念的核心的事情 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上一周我们已经 从多个角度来查验 耶稣复活这个历史事件的真实性 如果你错过 大家可以去访问我们的网站 上面有这样的信息 你会发觉 保罗在这里讲的 他压根不是说圣经怎么说 因为那个时候圣经还不存在 他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一个不久前 才刚刚发生的历史事件 当地人很多人都有论 发生在二十年前左右的事情 一个真实的人物 耶稣复活了 接下来呢 众人听见死人复活的话 就俯伏跪拜 诚心悔改 任耶稣为主 并开始拆除他们的偶像和祭坛 我看孙牧师开始 有点不对 这好像不是圣经上面记的 对 这不是圣经上面记的 这是我写的 如果呢 这是一个预言故事 一个宗教故事 一定会像这样结束的 一显出能力 大家全部 朴夫近伴 事实却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这不是个故事 是真实发生的事情的记载 我们下面看 真实地怎么讲 众人听见死人复活的事 就有人讥较他 他们尽管迷信雅典人 他们并不傻 死人 死了就死了 怎么可能再活过来呢 我们那些的神仙 神仙都会死 你还这个人了 怎么可能呢 死人复活 从来没有听说过 荒诞不惊 不可信 但是 但是又有人说 我们会再听听你讲这事情 什么意思呢 这些人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他说 你讲的是不是多年前 在犹大耶路撒冷 发生的那个事情 很多的传言在那里 你说你见过那个 复活的耶稣 你见过那些 见过耶稣复活的人 这个我想了解一下 我也听说了 因为 但是那个时候我不相信 我想要知道更多 这里保罗就从他们当中出去了 保罗我想他会跟他们说的 其实最早我也不相信 所以我还去极力迫害那些 宣扬耶稣复活的人 但是后来我自己亲自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 而且我也到了那个地方 我也见过那些 见过并且认识了那些真正的目击证人 包括谁 包括耶稣的亲弟弟 这很难理解 很难去解释 我也不知道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 真的发生了 耶稣真的复活了 真的有一位主宰我们生命存活 并且爱我们的上帝他存在 他做了奇妙的事情 虽然我们不能够理解 但是真实发生了 成为我们信仰的凭据 让人可以知道 可以回归他 最后我们看着 但有几个人依附他 信了主 其中有雅略八股的义员 丢尼修 和一个名叫达玛丽的妇人 还有几个他们一起的人 你会发现为什么圣经当中经常有这样的记载 有名有姓 而且大家知道 那个时代不像我们这里 那个叫有名是真的有名 不需要你广告宣传的 不需要你大布告的 那个真的有名 这个人一提 那地方都知道他 换句话是什么 如果路加保罗撒谎了 那么早就被推翻了 特别对哲学思想那么深厚的希浪人 所以在这里告诉大家的 就是一个历史的事件 弟兄姐妹们 你可以自己去评断 你可以自己去找到 这里到底是不是真的 从这里你看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了 在基督信仰萌芽的时候 那个起点不是圣经 不是一套的理论 说教和教义 而当时基督信仰的起点 和我们今天信仰之里该有的起点 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不是上帝师父在六天做了以作万物 圣经里面到底有没有恐龙 也不是说这个圣经到底是不是完全无误 每个字都是精确的 这个问题是什么 这个问题是针对一个人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这位耶稣到底是谁 这个复活的耶稣到底是谁 他为什么要死 他的死 他这个人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 而保罗告诉基督 对这些基督信仰一无所知的人 以很多人的猜想假设不一样 基督信仰有个确实的凭据 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他甚至做过这样非常解决的宣告 他说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 基督就没有复活了 基督若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 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所以弟兄姐妹们 朋友们 无论你经历什么 无论你如何去理解 这位招物主上帝是好的 还是坏的 他为什么做这个事情 为什么又不做那个事情 他是否应允了你我的祷告 他是否真的是关心我 这些是问题 但那个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 最重要的问题 是你认为这个耶稣到底是谁 他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还是一个被处死了的老师 是犹太人跟我们没有关系的 犹太民族的一个先知 还是他是真正掌握决定你命运 生命存活的那个救主 和生命的主 这个需要你来回答 你来探索 但我相信弟兄姐妹朋友们 一旦你找到了答案 你就会像初期基督徒 初代的基督徒和很多基督徒的先贤们 他们所经历的那样 很多其他的问题 你都会找到答案 而且我告诉大家 不管你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 你的确需要尽快找到 那个真正对你的生命存活 及其福祉和意义 有着决定性作用和影响的对象 并且你要开始以他为你行事为人 做重大决定的准则和依据 不是吗 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 今天我就留下这个问题给你 这位耶稣到底是谁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面 我们会一起来同行 我们一起来寻找这个答案 而且我提醒大家 只要你愿意 愿意放下你先入为主的那个概念 愿意敞开你的心扉 愿意认真去思考 愿意面对真相和挑战 你也一定能够找到 而且这个答案一定是和你的生活相关的 而且今天我们已经迈出了一步 好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现在天佛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在历史长河当中 保留了这些珍贵的文献 我们更是谢谢你赐效圣灵来引导我们 因为如果真有一位已经复活的救主 就会改变一切 改变我们如何看待人生 看待信仰 改变我们的价值观 世界观 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能够真正认识你 因为你愿意被我们所认识 回归你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Amen 感谢主 下面也是我们